这首都本学校的女厕所很神奇 因为里面住着一位有名的华子小姐 她会收取对等的代价 实现来访者的愿望 找完方式很简单 就要敲三次门 然后 华子小姐 华子小姐就会真的出现在你面前 但毕竟是传闻 可高中女生玲玲却真的去尝试 结果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男孩幽灵华子君 除了性别不对 其他的真跟传说一样 华子君可以替玲玲实现愿望 而玲玲的愿望是跟学长谈恋爱 于是华子君掏出了恋爱指南 竟然按照书本上说的交给玲玲 关键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听 而玲玲想追学长 也只是因为想要报复之前拒绝自己的臭男人 所以对华子君的教导 那是言听计从 多次作战失败后 玲玲才知道自己是华子君的小白鼠 委屈的她 无意中拿到华子君收藏的人鱼鳞片 华子说 持下鱼鳞的双方会结缘 但也会受到人鱼的诅咒 对华子的后半句 玲玲直接无视 二话不说 吞了一片 然后立马去找学长 结果就发现学长心有所属 于是玲玲立马受到的诅咒 变成了一条鱼 在鱼缸的玲玲后悔了 果然 虾气的谈恋爱是不靠谱的 忽然一只活了千年的大人鱼 想要带走玲玲当他的仆人 官方CP你都敢拆 果然华子君一刀就打退了大人鱼 然后毫不犹豫地吞下了另一个鱼片 玲玲的诅咒解除了 但身体太久不碰水 还是会变出鱼鳞 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 二两人的缘分也就此底结 在结缘后 华子君竟对玲玲开口说 要用身体来尝完她 做鬼也风流啊 可华子的意思 是让玲玲成为打扫女厕所的鼓励 为此玲玲那是一万个不爽 并且结缘之后 她竟可以触碰到花子的身体 于是你将会看到霸道总裁 与在校女学生的超甜画面 而最近同学们不断丢失东西 有人告诉玲玲说 是船舟中的妖怪千生在作怪 如果人类亲眼看见她 生命会被骑偷走 好巧不巧的是 玲玲因为身体急需水分 而躲到了救校舍 正好撞上了妖精先生 在要被杀死时 花子帅气呼吸 然后妖精先生就被打得 显出原形 变回了一只只小小的物怪 本来物怪也是不会杀人的 但是他们不得不遵照 人们口宗所说的传说办事 否则就会消失 而花子能够注意 协调怪异与人类的关系 所以她不允许 有危害人类的怪异存在 于是花子请求灵灵帮忙 将妖精先生的传说改善一改 不要再说她是杀人的妖精 最后妖精轻松地完成了任务 但还没消停几天 又有麻烦来了 一个叫圆光的驱魔师 拿着自己无法驾驭的雷霆宝障 找到了花子 说是要为民除妖 她说花子生前曾用菜刀杀苦人 之后被她的奶奶封印在里厕所 花子并没有否认 只眼里充满了悲伤 她把圆光打晕 还鼓励她成为一名驱魔大师 不过这打斗画面就很离谱 因为你竟会有一种 也想磕这对西匹的感觉 而学校的第二不可思议传闻 是假只楼梯 传说只要踩上第四阶梯 就会被拖入死亡事件 粉身碎骨 林林刚从好友葵 那里听说了这个传言 第二天 葵就消失了 除了她 没有人记得葵 同时 圆光的同学也消失了 她便为此来找花子麻烦 花子说这些人恐怕是被带到了境界 而境界是连接着人士与比时间的海域 花子带着二人踩上了第四阶梯 来到了野狐的领域 到了这里 野狐开始让他们帮忙寻找分散的肢体 找不到就被大剪刀攻击 虽然找了一路的分支 可最要合成的人偶却无法行走 生计的野狐要把三人变成人偶 现在只有破坏被藏起来的神物 才能削弱假的力量 所以林林被花子轮到最深处 在最深处 林林看完了野狐的日记 原来当初野狐喜欢上了一名叫假的老师 老师总是温柔陪伴作为妖怪的她 有一天 这位老师在那第四阶梯跌倒 摔丝 所以现在野狐才十分执着地 要能拼出一个身体 那是她对假的恋想 野狐找到了林林 想要杀死她时 浑身世上的花子又出现了 她拖延时间 由林林找到了神的附体物 解下封印的那一刻 花子车回了野狐的第二不可思议职位 她变回了狐狸 之前被狐狸变成人偶的大家 也会在天亮后变回人类 可之后学校里出现了很多恋人 而且告白都是在那颗名为 告白之树的树下成功的 这段时间 林林一直觉得花子对此有意思 巧的是 花子也约了她去告白树下见面 林林怀着激动羞涩的兴趣了 结果花子君虽然告白了 但是却让林林赶紧拒绝她 林林一直被催 于是无奈真拒绝了 结果 却激怒了树里的妖怪 母妹 只会在情侣面前现身的母妹 被花子一刀砍回了原形 整对木妹是因为她在乱牵哄线 林林因为自作多情 而伤心地打哭其爱 这时 花子君却温柔又害羞地抱住了她 安慰她 或许 之前的告白并不是假的 只是 不好意思真说 从这一天起 林林决定试着去了解花子 林林开始调查花子的诗迹 由约绿发梅女提议她 该去第五件不可思议的传闻 找一找 据说第五个传闻在图书馆中 只有十六点可以进去 里面放置着生死簿 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过去未来 但传言绝对不能打开红色封面的书籍 否则就会有危险 林林带着袁光区的那个神秘书库 她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了自己的两页未来 也知道了花子的真实名字 这时 有恐怖妖怪出现 要吃了她 花子又是及时出现护妻 随后 第五个不可思议的传闻人物 是龙出现了 她同时也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者 花子说最近其他灵异中出现了叛徒 开始联合某个人类一起篡改怪异传说 为了找出叛徒 花子决定把其他几位怪异的附体物都给毁掉 这样虽然不知道叛徒是谁 但是可以破坏她的计划 没有附体物的怪异就会失去力量 等后面调查清楚 再把职位还给大家 狮龙同意了 而附体物只有灵异可以摧毁 在她摧毁时看到了一段狮龙的回忆 当时的狮龙是花子生前的老师 生前的花子少言寡语 总是受伤和巧克 有一天 花子把她最宝贵的说是从月亮掉下的石头送给了狮龙 并说我哪也不去了 本来花子的未来上写着她是成为数学老师 而狮龙成为统事 可是她却成为了狮龙唯一知道改变了未来的人 变成了现在的地基 不可思议传闻 也是其他不可思议传闻之首 自从知道了花子军的过去 灵异就没办法正常地面对她了 内心害怕更了解她 又想更深度了解她 员工发现了灵异的异常 所以为了让二人和好 随分身上料理的她 却谎称不为做花子最爱吃的甜甜圈 然后请灵异去帮忙 两人最后一起做出了甜甜圈 由灵异送去 灵异向花子军坦白自己喜欢她 但是是朋友的那种喜欢 灵异想要永远待在她的身边 正当花子军想要说什么时 一只黑千纸鹤从带在地飞出 然后袭击灵灵 千纸鹤被花子切开后 出现了一位和花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丝 她自称是被花子刷死的 所有丝就被打跑了 死人是花子的弟弟 这天 在丝和其他不可思议的鹰 又迟早了新的被篡改的传说 导致第八传闻的三叶成为了受害者 她在作怪时被袁光抓住 花子教袁光 只要实现三叶的愿望 就可以让她升天 三叶是一位毒蛇又像女生的男生 刚死不久 小时候经常被同学欺负 想到初中 本来想好好经营人际关系 虽然没被欺负了 却成为了透明人 她死了 却不愿意就这样消失 袁光和她相处后 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阳光的袁光给她带去了温暖 但她又有了狭交朋友的愿望 可这时 斯又出现了 她把三叶变成了彻底的妖怪 在要杀死袁光时 被花子反杀了 这下 她彻底死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玲玲被一位在下宴的学长找上门 还被斯带到了第九个 不可思议传闻的七封英面前 七封英是想斯取悦 而和斯解缘的人类 同玲玲类似 温暖的七封英 打开了玲玲的画匣子 跟她开心地交谈了一番 之后 她在斯的诗意下 把玲玲锁在椅子上 然后将她和夏宴 一起下沉到绿色的恐怖沼泽里 绝望中她呼喊了 花子君的名字 期望着 花子像往常一样出现救她 在等她醒来时 她来到一块奇怪的实质空间 花子通过物怪打来了电话 她安抚玲玲不要害怕 说这里有无数的门 可以通往过去未来 任何一个地方 鼓励玲玲去找到熟悉的那扇门 回到原来的世界 玲玲找着找着 进到花子曾经读书的教室 那时已是放学时 花子惨兮兮地躲在床里后哭泣 玲玲心动地过去询问她时 她却跑了 还掉了一串钥匙 不过后来玲玲就被赶来的花子 给带回去了 花子君抱歉地抱住了玲玲 内疚没有好好吃到上次的甜甜圈 也没有保护好她 玲玲回想花子 总是在自己未来的时候及时出现 现在她也好期望能够守护一下花子 而进来 玲玲发现自己很多照片上 都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手 虽然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让人惊悚 这只手臂更是直接出现在她的面前 花子说 这是第一级妖怪 只要陪他们玩 他们就会消失 于是他们就开始陪这些手玩了半天 剩最后一只手时 玲玲却被手给拉进了镜子里 在镜子里 她遇见了三叶 三叶带来她来到了领域 镜之领域 这是七纳不可思一之三的领域 传说中最强的一位 里面有无数的镜子 有一名镜子可以照出人的黑暗和害怕知识 然后无限放大这件事 但是正直的人就不会受其影响 在镜子前 三叶毫无影响 因为她失忆的 而玲玲却被镜中人们狂喊 萝卜腿 玲玲插电 一只全无 这时镜中怪物出现了 她败出自己的小弟们 想要吃掉玲玲和三叶 夺去玲玲的灵魂 在九双之际 双双复死之际 斯竟然出现了 她手段粗暴地 将怪物生生地砸回了原形 为了斥责三叶 没了她什么都做不好 三叶委屈地大哭了 原来 斯把三叶扔进来 是想让她自己变强 现在看起来 是醒不通了 所以斯就把怪物的心脏挖了出来 让三叶吃 吃了 就会变强 三叶真的吃了怪物的身体 她拥有了怪物的能力 吃了新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三 而花子均和玄光 在野狐的帮助下 终于赶来了进去地狱 一来 花子便着急地 缺了凌凌的安危 幸好她只是被斯弄睡着了 看着变异后的三叶 玄光有些差异 但是并不想放弃和她成为朋友 但努力地抓住三叶 告诉她自己的名字 这时 斯就出现了三叶说出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怪异 三叶说 想要成为普通人类 自坦白了 当初她抽走了三叶的 隐形为代价 把她重新制造了出来 也就是人造妖怪 这时花子均 却严肃地说不可能 还想取回她的职务 斯怂恿三叶杀了花子君 但三叶胆小 不敢出手 其间还救了 要被石头活埋的玲玲 最后三叶终究是着急的 她想要变回人类 便把花子他们 都赶出了静止地狱 圆光不愿放弃三叶 当初没有救她三叶 这次 她无论如何 也要把三叶 从斯的手里救出来 因为这些灵魂 被吸进镜子里太久 那时花子感到很寂寞 所以这时 就紧紧地爆出了玲玲 像是在撒娇 最后竟然 有两条鱼找上了玲玲 他们称 只要谁吞下了玲玲 就要成为他们鱼的下一代主人 所以称呼玲玲为公主 两条鱼开始挑拨玲玲 和花子君的关系 学妹又获得太一番 最后送上了一瓶血 说时喝下 就可以斩断玲玲和花子君 之间的缘分 也可以不用再变成鱼 玲玲有些烦恼 询问了很多人都没有结果 第二天 鱼玉们又来了 但是玲玲很难真的取决了 并想归还血液 但是鱼玲又将鱼玲变成鱼 称赞她作为鱼的成功 和作为人的失败 在鱼玲玲迷失自我时 花子君出现 捞走了鱼玲 把她抱在怀里说 鱼玲喜欢的人是我 鱼玲由于想要变成怪异 是因为想可以拉近 跟花子君的距离 花子君听了很感动 当然她以后会告诉她一切的 在此之前 继续做她的助手吧 故事 结束 我知道大多数人 在后面剧情估计挺有些懵逼 但问题是 没有不过援助的 真的是超级超级多 并且她的画面 是真的超级超级适合各种截图 看着结尾的情况 只有想要第二季的制作 到时候真的超希望 可以把一些坑都给填上 另外这部动画 是超级受女性欢迎的作品 其他怪异的主线剧情 在花灵西皮发的堂面前 真的是得靠边赞 而这短期画风 也是成功的一个关键 另外 美姐的声優 就是加分点 真的强烈推荐这部 2020年的番剧 地府少年 花子君 看她